好看完影片之後 這邊是一個動畫 也是告訴各位柯勢力的影響 我們現在從北到南 就是沒有柯勢力 然後有柯勢力 向右邊偏 我剛剛講過是前進的右邊 從西往東也是一樣 沒有柯勢力就飛過去 有柯勢力向右邊偏 就朝下面走 這邊走 這叫做柯勢力會使 北半球運動向右邊偏 我用這個動畫 來跟你解釋為什麼會向右 好 藍色的砲彈去打紅色的磚塊 如果不會動 瞄準就直接打到他沒有問題 但是他會跑 我們地球在自轉刺到 一天轉一圈 上面也是一天轉一圈 刺到比較大圈所以刺到跑得比較快 上面跑得比較慢 所以藍色跑得快 紅色跑得慢 然後呢 炮彈出去會維持慣性 維持慣性 所以就打到這個 紅色的前面 看起來是往哪邊偏 往右邊偏 所以跟你解釋他為什麼會 向右邊偏 這個動畫有很多的毛病 這個動畫 不能夠解釋 柯勢力是跟前進方向垂直 這個動畫 沒有辦法告訴你 柯勢力在赤道最小是零 在南北極最大 這個動畫也很難解釋 為什麼東西方向也會有 柯勢力 不過沒關係 就是給我一個簡單的說法 讓各位知道 有這麼一回事 有這麼一回就可以了 OK 好 所以我們總共有三個力量 會影響到我們的 三個力量會影響到我們的風向 第一個 就是氣壓踢度力 如果只有受氣壓踢度力 壓力要跟作用面垂直 所以 風是垂直吹的 如果只有受氣壓踢度力 風向就會垂直 等壓線 如果只受兩個力 只受科勢力跟氣壓踢度力 最後會變成地轉風 地轉風的意思就是 平行等壓線 這種力 在地面沒有 這個風在地面沒有 因為地面一定會有摩擦力 天上才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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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像這樣 為什麼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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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 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氣壓踢度力 要跟 等壓線垂直 好 科勢力要跟前進方向垂直 這樣才會大小相同方向 相反 然後才才會 平行 平衡 所以會平行等壓線 這叫做地轉風 帶黃川試考過 那如果有三個力 如果有三個力 就會變成 像這樣 會有一個角度 然後我剛才告訴你了 我希望你這裡畫幾度 我要你這裡畫30度 考試的時候這裡畫30度 OK 這裡畫30度 然後地轉風 這實際上的風向 那我們說這只有三個力 對不對 哪三個力 哪三個力 帥哥美女 123你挑一個告訴我吧 13號 13 挑一個告訴我 那三個 蛤 你說什麼 摩擦力 摩擦力 請坐 有個叫做摩擦力 還有咧 還有什麼力啊 有沒有帥哥男 帥哥男叫24 西亞T2力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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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動畫 還有一個動畫 也是來說一次 這個動畫 這叫做指受 西亞T2力 風就會垂直 等壓線 OK 這個是指 這個是指受 科勢力跟西亞T2力 然後你要注意那個 藍色比較深的線頭是垂直 前進方向的 叫做科勢力 所以最後大家會變平衡 然後呢 就平行 等壓線 然後呢 在地面上 那就一定有摩擦力 所以有個 青色 藍色就是方向相反的 摩擦力 最後三力層平就一個角度 就一個角度 所以三個力層平就像這樣 OK嗎 就是 告訴你這三個力量怎麼樣去影響我們的風向 這三個力量怎麼會影響我們的風向 OK嗎 OK 很好